嘉陵关的双神之战对比原著有哪些不同 最近嘉陵关的战斗也把斗罗的热度推向了顶峰 那么在动画中的斗罗和原著上有何不同呢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独斗罗独孤伯的死 在原著中老独物其实并没有领和犯 但因为动漫的一些原创剧情 不得不让独孤伯来填平这个坑 那就是罗刹神的死士级加强 罗刹神在原著中其实一直只能当一个小人角色 什么亡灵大军复活举鬼斗罗 那都是动漫原创的剧情 可这亡灵大军既然出来了总得有人解决 所以独孤伯的实话能力这回就被摆上了台面 也算是给老独物临死前修了一波 以凡人之躯遏制住了神迹 即便是剑谷斗罗双管旗下 也只能被比比东一击必杀 所以作为代价独孤伯也领了和犯 其次是千刃雪的战力加强 原著中的千刃雪 实力上是当方面被唐山压着的 最后还得燃烧神魂 才能给罗刹神制造机会反杀 结果如今的千刃雪 居然能和唐山五五开 比比东一成神就把唐山给KO了 实属是开了主角的光环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说 唐山复活后的剧情 还可能会有动漫原创吗 赶紧评论下方说说你的看法吧